那咱们这个公式里面的N0和NNP呢 实际上说的是C内部的 对吧 C内部的 假设说原本这个函数在C外部 还有一些G或者0的话 咱管它吗 不管它 对不对 后面也会看到这样大概的例子 不过咱们先简单举一个 你比方说 我有一个Z减8 然后乘一个Z减2 分之Z减5吧 譬如说 是吧 那假设说我今天考虑的这条C这个曲线 是一个Z绝对值等于3的情况 是吧 Z的绝对值等于3的情况 那么跟我相关的0或者Po有谁 只有一个2 所以我们只需要考虑它就行了 那么此时就是N0应该等于0 然后NP应该等于1这个意思 对吧 但是假设说我们今天考虑的是 Z的绝对值等于6 你比如说 考虑这个范围之内的话 那么2和5就都有用 但是这个8还是没用 也就是说此时N0等于1 然后NP也等于1 就这个意思 好的 那下面的话咱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东西它跟扶角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管它叫做扶角原理 那为了把这个东西看清楚的话 咱们可以先考虑这样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来看一看 C这个C这条曲线 C这条曲线经过了映射之后 经过了FZ的变换之后 它变成了一条什么样的曲线 是吧 假设说把FZ看成了映射 咱们接下来下一张要干的内容 就是同时也是咱们负变函数的最后一张了 就是要去把函数 把负变函数看作映射 在这里面也是 就是你把C在Z平面当中看一看 经过了FZ的变换之后 它上面每一个点都来到了负平面的哪个地方 是吧 咱们可以说这是W平面当中的线 也就是W等于FZ 然后把FZ看成映射 那这个时候假设说映过来了之后 这个这条曲线叫做γ可以吧 然后咱们将其进行参数化 Z等于ZT这样的情况 所以W等于FZ的话 那DWDT根据复合函数求导 就应该是F1'ZT 然后再乘以Z'T 这没什么太多好说的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 就写成这样的话 是方便我们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来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要计算的是 F1'Z比上FZ在C上面进行积分 那就可以将其进行参数化 写成什么样的东西呢 T从A一直到B的 F1'ZT 然后比上FZT 对吧 DZ的话就化成了什么 Z等于ZT 所以DZ等于Z1'DT 对吧 Z1'DT这样 然后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DWDT 它不是等于F1'然后乘以Z1'T吗 F1'乘以Z1'T 也就是说这东西也换成了DWDT 对吧 那就变成了DWDT 然后再乘以DT 然后分母上面的话 FZT实际上就是这个W FZT就看成WT 对吧 然后这DT相当于是消了 所以最终得出的结论 就是咱们在C上面 对于F1'Z比上FZ进行积分 实际上就相当于是 在γ上面对于DW 对于W分之一进行积分 对吧 直接对于W分之一 这个东西进行积分 就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那么对于W分之一 这个积分 咱们就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了 我说2πi上面 然后在γ上面 DW比上W这个积分 大家说应该得谁啊 首先说 根据咱们刚才推出的公式 咱们知道它是等于N0F 简决NPF 是吧 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说 它还能看出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咱们假设说W可以写成Rho T 乘以E的I VT这样的形式 是吧 那么DWDT就应该等于Rho 1'T 乘以E的I VT 加上Rho T乘以I乘以V1'T E的I VT 就是复合函数求导 把它看成这么两部分 然后那这个时候的话 γ上面对于W分之一进行积分 实际上就可以换成 对于T进行积分 然后得到是W1'T 比上WT这个东西进行积分 是吧 那么W1'T的话 就是咱们上面所写的这个东西 Rho 1'乘以E的I V 加上Rho乘以I乘以V1' 再乘以E的I V 对吧 东西有点多 但是就是这么一东西 然后你用它 现在再除以一个咱们原本的W 那大家简单看一看的话 实际上就是这么两部分 叫做Rho 1'比上Rho 以及加上I乘以V1'这样的情况 是吧 然后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咱们就是实数范围的积分 相对来说比较好看一些 Rho 1'T比上Rho T 然后咱们要对于T进行积分 大家说这个值得什么 这不是Log吗 对吧 分子是分母的 导数的话 那算出来的结果直接就是Log Log的Rho T 对吧 Log的Rho T 从T等于A算到T等于B 然后再加上后面这个东西 I乘以 从A到B的费一匹T DT 是吧 那么后面这部分的话 没什么好说的 直接就是费一匹T 就是费一匹T 它的原函数是谁 费一匹T的原函数不就是费T吗 所以从A到B的费一匹T的积分 不就应该是等于费T从A算到B吗 就等于费B减去费A 对吧 所以后面这部分就应该等于爱费的费B减费A 然后前面这部分呢 Log的Rho T T从A算到B 这个东西的话 反正你就把握住说 咱们现在要计算的是转了一圈 对不对 所以转了一圈之后 你回到了原本你的地方 对吧 你在咱们的这个曲线Gamma上面转了一圈 无论说你一开始从哪里开始的 总之是你回到了这里 你回到这里的话 你的Rho值变吗 Rho值不变吗 所以你把A往里带 把B往里带 最终算出来这个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对吧 也就是说Log这个东西应该是等于零的 那么最终就得出了结论 说确实这个Gamma上面DW比上W的积分 就应该等于I乘以费B减去费A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发现说 这个扶角的意思实际上出来了 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原本的这个积分跟扶角相关 再汇总一下 2πI分之一的 2πI分之一的这个F1'Z比上FZ 等于谁啊 等于一方面是N0F减去NPF 是吧 另一方面又是这个东西在除以2πI 也就是说是这个东西在除以2πI 那是得到什么 2π分之一的 费B减去费A 那费B减去费A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 就是相当于是咱们转了一圈之后 咱们顺着这个gamma上面进行转圈是吧 走了一遭之后回到了原本的地方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的小写的argument 大家注意是吧 小写的argument有可能会发生了变化 然后那么咱们相当于把所有它当中的这个扶角的变化累积起来 就是咱们这个里面计算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管它叫做dertaP 一个转了一圈中间的扶角变化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叫做dertaC的argumentFZ 也就是argumentFZ 在C上走了一圈之后所产生的变化 对吧 P本身是这个W的扶角了吗 对吧 P本身是W的扶角 但是W就是FZ 所以你也可以说成是FZ的扶角 FZ在C上走一遭 使得FZ的扶角所产生的累积变化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咱们的扶角原理的更符合它名字的形式 是吧 2π1分之1的在C上面 F1比Z比上FZ积分 等于什么呢 两种计算方法 一种等于N0F-NPF 另外一种 2π1分之1的FZ 由于在C上 Z在C上转了一圈 所造成的角度变化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种推导方法 那还有一种本质上跟它类似的推导方法 也是 这可能从数学上面来看 稍微的简单一些 也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你直接 从这个原函数的角度来看 相当于直接把F进行积分 是吧 F1比Z比上FZ DZ 这个东西本身它是可以看成什么东西呢 就可以看成是 就是F1比Z F1比Z比上DZ F1比Z比上FZ 你可以看成是logFZ的求微分嘛 对吧 它的求导 这意思 所以F1比Z DZ比上FZ 你可以说它就等于咱们的D比上DZ的log的FZ 这样的情况 然后这个log的FZ是什么呢 就是把它FZ拆出来它的长度和角度 就是DDZ的大写logFZ长度 加上I乘以二对门的FZ 这样 对吧 所以你先别忙着在C上面进行积分 你假设说选一小段弧 在这一小段弧 比方说这个γ上面 对F1比Z比上FZ积分 得什么呢 就得这个东西 直接使用微积分基本定理 从Z1算到Z2 对吧 然后那你能够进行这个操作的时候 就得要求说 在这γ上面 咱们是不能穿过BranchCart 不能穿过Log的BranchCart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它们此时要是同样的一支Argument上面才行 那换句话说 就是走 从Z1到Z2 这个Derta 它们中间所转过的浮角 就是严格的是这么多角度 对吧 这么多角度 就这个意思 好的 然后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说咱们再在C上进行积分 咱每一段上面都得这么来干 对吧 每一段上面都得这么来干 所以相当于是我 我是不断地把BranchCart给它错过去 就是Log的某一支上面 有可能我这个BranchCart 得需要选取成这个样子才行 但是我现在假设说要从要考虑这一段的时候 要考虑咱们从这个点积分到这个点的过程当中 咱们此时就不选取这一支Log了 对吧 咱们选取另外的一支Log 以使得他们二者在这一段上面 是位于Log的同一支上面 对吧 所以你这样往后转的过程当中 它同样还是只是转过了一个什么样的角度 转过了咱们的这个角度 对吧 转过了这个角度 所以咱们始终是这样一种方式 把这个转过的角度给它进行累积 每一次都不能让它越过BranchCart 然后最终得到的结论 就是这个一个角度 ΔC argument FZ 所以最终得出的结论 就是在C上对于F1比Z FZ DZ进行积分 然后对 我这个还没说完 就是这个东西算出的 对 在C上面的话 你对于这个东西进行积分的话 那从同样的一个点 又回到了这同样的一个点 对吧 那显然咱们的Log值是不变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没了 但是Argument的话 进行了累积 累积出来的这个Argument 就是ΔC argument FZ 所以最终算出来的结果 就是这个东西应该等于 I倍的ΔC argument FZ 跟咱们刚才所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 那么咱们在这里面有一个例子 可以简单来看一看 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函数 这么着的一个函数 是吧 然后我要再求什么呢 F1比Z比上FZ 在Z的绝对值等于4上面 这样转一圈 是吧 那么对于这个东西来求 那这个东西的话 实际上大家就有不同的求法 那我们根据刚才那个两个公式 都可以算一种是统计0和Po出现的次数 对吧 然后另外一种呢 是计算转过的角度什么的 我们可以两种都来说一下 比方说我们先来通过统计0和Po的个数来看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 跟咱们相关的0有谁 这个8相关吗 不相关 8落在这个曲线之外 对吧 0这个东西是相关的 然后分母上面的话 5-2 1 后两个跟咱们相关 对吧 第一个不相关 所以大家说N0等于谁 N0等于3 NP等于谁 等于2加5等于7 对吧 所以最终得出的结论 就是咱们这个积分的值 直接根据argument的principle 根据辅角原理 就是3-2-5 然后乘以2排 就算出来了 对吧 然后还有一种呢 就是计算这个扶角的方法 那这东西等于谁 等于I乘以data c argument fz 也就是说我们要计算说 在咱们这条曲线上面 转一圈的过程当中 咱们这个函数的扶角发生了什么变化 那好在说咱们这个函数呢 它都是由不同的这样的线性式 你可以说成是拼起来的 对吧 所以根据这个 你可以说成是D摩根 D摩根公式 不是那个 D摩符公式 是吧 D摩符公式 就是argument fz 本身fz相当于是 所有的这些东西进行相乘嘛 z-8的平方乘以 z的三次方乘以 z-5的四次方分之一 乘以什么东西 对吧 所以那就得到说 它们的扶角之间 就是有这样 相加相减的关系 所以argument fz 应该等于 两倍的argument z-8 加三倍的argument z 减去四倍的 argument z-5 减去什么 不说了 对吧 就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来看一看 在绕我们这一圈的过程当中 这些浮角分别有什么样的变化 你比方说 我们考察8这个点 我在c上转一圈的时候 相对于 就是z-8的浮角 有任何变化吗 没有任何变化 对不对 没有任何变化 就一开始的话是 这个你从随便一个点开始 一开始的话 这个浮角是这么多 然后你转完了一圈之后 回来还是这么多 对吧 对相对于8这个点来说 他又没有绕过8这个点 你绕过他的话 浮角才会发生变化 对吧 一直都位于你的左侧 那这浮角没有变化 然后包括5也是这样 5的浮角也没有变化 然后谁的浮角有变化 就是落在其内的这些东西 有变化 是吧 你比方说-2这个地方 他的浮角就是有变化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咱们这个浮角是 比方说从这个点开始的话 这浮角是这么多 对吧 然后但是他到这里面的话 出现了转圈了 是吧 转圈再回来了一趟之后 那整个把这个浮角累积起来 就应该是等于 转了一整圈 也就是二派的情况 然后包括说这个0和1的话 也是同样道理 对吧 所以最终得出结论 在这个问题当中 在C上面转一圈的话 argumentZ是有了二派的变化 Z加2 Z减1分别都是有了二派的变化 但是其他都不变 然后最终把这个东西一乘 也是得到了相同的结果